中国古代历史上未尝一败的四位英雄,至今无人超越。 一无奇 无奇,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、兵家代表人物,在楚国时,曾主持无奇变法。 后因变法得罪贵族,遭其杀害。 在前389年,秦桧公出兵50万攻打魏国的殷尽。 无奇亲自律领其中莫有力过军功的五万人,外加战车五百辆,骑兵三千大败秦军。 当楚道王去世,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打无奇。 贵族们用剑射伤无奇,无奇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行。 二百奇 白奇,战国名将,是继中国历史上自孙武,无奇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、统帅,签字文将他与连波、李牧、王俭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。 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。 白奇担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,功成七十余座,歼灭近百万敌军,被封为武安军。 当然战神白奇也是自吻而死,下场也是比较惨的。 三韩信 韩信,西汉开国功臣,中国历史上杰出军事家,于萧和,张良并列为汉出三杰,于彭越,英部并称为汉出三大名将。 奉位兵先,战神 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。 国士无双,功高无二,略不是出示楚汉知识人们对其的评价。 后来吕后将其骗入长乐宫中,斩于中士,移其三足,下场真的太惨了。 四霍去定 霍去定,西汉名将,军事家,官智大司马彪其将军,封官军侯,善其设,用兵灵活,注重方略,不拘古法。 勇猛果断,善于长途奔袭,快速突袭和大迂回,大穿插作战。 但是袁寿六年,霍去并因病去世,年仅23岁。 下部影片预告 和珊一生有三大敌手,两个是杜撰,一个压制了他近三十年。 感谢你的观看。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